恭喜大头又拿到了一个WTT大门关历史上第一个混双的奖杯 而且是红色的 挺漂亮 你们两个人谈一下这场比赛 谈一下这个冠军的过程 其实拿到这个混双的冠军还是非常开心的 因为我们赛前也是希望去冲击这个冠军 包括决赛 半决赛这两场的对手也都非常强 我感觉心里边也是非常没底打之前 然后决赛这场球感觉整体发挥的还是不错 因为毕竟也是老对手了 然后针对他们一些布置上的一些技能数 我觉得执行的都非常成功 对 我觉得面对今天这场决赛 其实我们两个人虽然跟他们在前不久世领赛也交手过 但是其实实力我觉得我们还是差不多吧 其实还是我觉得我们立足于拼吧 其实在赛前我们俩也在沟通吧 其实因为总有一轮特别不舒服或者不上风的一轮 希望大队这边能去帮我弥补更多一些吧 但我觉得其实今天我觉得最好的结果还是我们赢下了比赛吧 所以我希望我们俩以后又越来越努力吧 还是 那我看你下来以后你说 你还问呢 说这个奖杯为什么是红色的 因为这是WTT最高级别的赛事 大满贯赛事的奖杯 所以是红色的 就是喜欢这个颜色吗 喜欢 多拿几个 更喜欢 大头呢 获得这个冠军之后 有什么要就是互相评价一下自己的搭档 有什么想要对搭档说的吗 对你说那可多了 其实我觉得 其实我觉得大头在混双方面吧 其实我觉得他一直包括我俩现在一直在配合 我觉得他在承担责任方面这方面吧 我觉得确实还是做得很好吧 其实因为从市领赛到这次比赛 其实他单打都是在混双半决赛前失利了 但我觉得整个来说他的调整 包括他迅速进入到混双的角色 其实我觉得还是比我想象中要快很多吧 因为其实在场上也会 他也会出现怀疑自己 或者说有一些无畏失误 因为他本来作为男的来说 肯定要在于质量方面更多一些吧 但是其实我觉得我们俩最好一点 还是在互相鼓励吧 其实因为我觉得混双 两个人还是要配合方面 肯定还是要信任跟默契吧 所以我觉得整个来说 整个比赛 我觉得对他来说还是很满意 我觉得莎莎还是 我们两个配合这么多吧 我觉得越来越默契吧 我觉得打的确实是感觉 在混双方面我们两个有找到了一些我们自己的一些套路也好 然后还是得分的手段体系也好 我觉得然后包括在场上 我觉得自己有时候有一些情绪化的这种过激的这种想法 然后他也能及时的给我这边给到我安慰 然后我觉得我们两个其实性格上也是比较互补吧 我觉得这种他能更冷静一些我比较更释放一些 然后而且我觉得作为莎莎来说 他单打的实力也是非常的强 也是我觉得绝对是世界前两名的 我觉得这种单打的这种实力 我觉得往往这种单打实力特别强了以后 他会对于混双啊这些其他项目 我觉得他注意力会没有那么集中 但我觉得莎莎这一点我觉得也是非常的好 不论是什么样的混双比赛 我觉得我们两个的沟通都对比赛的这种重视程度 我觉得都是很好的吧 也希望以后我们两个可以取得更多好的成绩 谢谢大家杨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